今天我们来看一块网友自己修过但是没有修好的硬盘 这是一块细节的固态移动硬盘 当事人跟我讲这块硬盘它是摔在地上以后就不认盘了 拆开以后发现是有一个电容裂开了 电容拿掉以后依旧是不认盘 这一个位置估计就是对方所说的 拆掉那个电容的地方了 因为这边的吸球不平整 先看一下这个电流是怎样的 电流它一开始能跑上来一点点 但是马上又掉电了 上电的时候能听到低的一声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 靠近一点 这种情况它应该是属于那一种过流保护 在这种情况下用热成像肯定是看不到发热点的 另外对方还说这边看到有一个IC的引脚烧掉了 我们来找一下 反面这边暂时也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刚才我向当事人确认过了 烧掉的这个位置是在后面的这个U52的芯片上面 这里是一个六条腿的芯片 可以看到右下角这一条腿 它已经烧没了 这个焊盘应该是烧掉了一点 这个地方确实是挺隐秘的 这名网友找的还挺细心 如果没有对方指出 我估计又要摸上一整天了 断掉的这一根腿 对地只有48欧 中间的这一根 103欧 上面的还稍微好一点 如果它这一个是电源转换芯片的话 对地阻值不大可能会这么低的 咱们先把它拆掉排查一下 拆完以后 这两条腿的阻值也轻松起来了 那它这个U52具体是什么型号呢 非常抱歉啊 我也不知道 因为我在差不多的料板上面找遍了 也找不到这个U52芯片 这个芯片拆掉以后 我刚才又重新上电看了一下 结果还是会掉电的 证明这个短路的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 当事人也是跟我说 自己操作到这一步以后就进行补下去了 咱们继续来测量 好 这一路短了 这两路没问题 这一路供电也是有问题的 刚才快速测量了一下 这一块主板它至少还有两路供电是存在短路的 咱们继续拆吧 这两个电杆我又给它拆掉了 目前它的上电电流瞬间可以达到0.13 比之前又高了一点 它短路的地方其实是在电源输出的后级 后面我又向对方重新确认了一下 问它这一块盘是不是之前带电摔坏的 对方回答说不是 甚至它摔完还能继续使用 因此我得出的结论是 这一块盘它绝对不是摔坏的 像这种烧了一大片的 有可能是被错误输出的电压给击穿了 如果它是摔坏的 在当时可能就马上不认盘了 这一路的供电应该是给上面这个缓存使用的 我们先来烧一下这一路的供电是个什么情况 这边我调了一个0.8V 一通电就直接大短路了 主板上看 好像并没有非常明显的发热点 翻过来看一下 反面也没找到啊 有可能是这一个电压太低烧不出来 我们再把这一个电压给它调高一下 这一个是缓存的供电 我们给它调到1.3V 直接达到2A了 可以看到 中间这里在发烫 这个恰好是主控啊 咱们把这个主控也给它干掉 主控才完 上面的供电对地组织已经恢复正常了 不过下面这里 它依旧是成短路状态的 看样子这个缓存也是被一波带走了 本来还想着它这个缓存能侥幸躲过一截的 现在打脸了 再把这个缓存也一起干掉吧 缓存拆完 这边的对地组织也恢复正常了 随后我又重新找来了 刚才上场失败的料板 这一次终于轮到它的表现了 至于缓存嘛 我在桌面上随手就能找到 这个主控它虽然打标的是西节 而实际上它就是一个群联的3110主控 有没有魔改我就不知道了 反正先干上去试一下吧 兄弟们有一个非常可怕的消息啊 我这边已经更换了三次主控了 结果每次换完以后 都是电流能跑上去一点点 然后就掉了 第一次我还以为料板上换的这个主控它是坏的 因为有时候从料板上拆到坏件也纯属正常 随后我又找来了一块主控包好的料板 把第二个主控也干上去了 很显然第二个主控干上去以后 也跟着一起报废了 目前这块料板上贴的就是我第二次干上来的主控 当时我是想验证一下第二个主控它是否存活 然后就把这一个给它重新安装回了料板 再干回去的时候它现在已经成短路的状态了 继续对这一块盘进行排雷 没想到还针灸出来了一个 现在这一个六条腿的小可爱 它也短路了 拆完以后我又继续测量了一遍 这些电感的对地 当时测量的时候是已经没有短路了 然后我又第三次把这个主控给干了上去 三次的主控都是从料板上面拆下来的 现在的结果很明显 我的子弹也一起被打光了 当我再一次把这个烧机线连接上去看的时候 就意识到可能完了 虽然目前看起来这个电流也不算高 只有0.17 而实际上我们通过热成像可以观察到 它颗粒的右下角这里是在发烫的 右下角已经变成一个红太阳了 之前我那些白白牺牲掉的主控 现在终于找到了罪亏祸首 目前当事员也同意对这一块硬盘进行进一步的尸检 那么现在我们把右下角的这一个颗粒也给它干下来 拆颗粒之前我们再次对它进行一下二次确认 还是保险一点好 随便量几组电容 这一个电容差不多160欧 小的这一组应该正常 这个更离谱 只有不到10欧 颗粒采完以后 现在的组织也跟着一起恢复了 目前是可以达到10K的 所以接下来 这一个资料能不能保住 就要看这个颗粒的表现了 我们再给它单独测试一下 现在我把这一个颗粒连接到了测试架上面 可以看到上面显示出来的ID都是错误的 凯霞的颗粒它这边应该是98开头的 现在都变成99了 而且这里识别出来的CE数量也不对 完了 今天要亏三块料板了 所以这一块盘的资料肯定是保不了了 我这边也是尽了最大的努力 同时在这里我也要给大家说一声抱歉 因为最近遇到一些奇奇怪怪复杂的案例实在是太多了 有部分新款的型号还在研究中 偶尔可能会出现回复延迟或者是服务质量下降的情况 也还希望大家能够理解